给炉石玩家的100个忠告 全系列影片已经在上周完全连载结束了 在这连载的6周时间当中 我们发现玩家们对每一集都提出了很多问题 像是 这首配乐好像在哪里听过啊 炉石之神是哆啦A梦吗 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长期录啊 现在的94集在哪里啊 因此就像以往的作品会推出FAQ常见问题问答集一样 我们决定推出彩蛋解答片 尽可能回答大家的疑惑 也顺便点出系列中比较少人注意的彩蛋 那我们就开始吧 在所有的演员当中 除去没有玩的王自强大哥和刘雨晶之外 技术最好的应该是饰演前女友小美的小熊杀手 其次啊 是从开拍时的初学者一路变成忠实玩家的许时豪 但是扮演炉石之神的瘦瘦 据说在上周才打完九大职业的电脑 唉真是不好意思 另外听说客串饰演魏伯利沙老板的演员尹仲敏 才是传说中的高级玩家 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啊 每一集的标题音乐 是由告也家制作 如实选担画面的变奏版 第三集如实行的片头曲 是改歌词版的夜市园 至于唱的是什么 我们后面再说 另外啊 如实行当中勾心斗角的音乐 也是取自于《电视网2》当中 《夜市万事兴》的配乐 说得很清楚啊 我们幼岸减少鸡 已经带到你踢到我这五十一拍的 第四集的俊杰回忆配乐 是浩杰与富翁的配乐 不记得了吗? 请看VC啊 在大灾变发生之后 许多地区的样貌 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最后第六集当中 鲁石之神给俊杰卡片时的配乐 是BlizzCon参赛作品 力量鼓的清晨配乐 这首曲子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在AFK的作品中 出现过三次 而且啊 每次都用在离别的剧情上 你已经考虑清楚了吗 你年轻人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不会后悔的 俗话说啊 自己的T-Shirt自己做 饰演鲁石之神的瘦瘦 平时也是个平面设计师 这次在AFK的委托之下 制作了六件配合当即主题的T-Shirt 分别是 第一集台南枪的TASTINGONI 第二集英文的在一场One more round 第三集乡土聚的最爱总裁 第四集食锅拌饭的韩文BIMB 第五集东亚病夫的病夫 第六集配合鲁石之神离别的反枪 你好歹也敢上一下好不好 你看人家静腾光 AFK在作品中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场景录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只是好玩而已 和情节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次每一集当中 都有出现不同形式的场景录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吧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这些是比较没有被玩家注意到 或者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小细节 以下就按照急速顺序一个个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和典故 艾普拉在AFK Facebook粉丝团当中已经有解释过了 但为了服务没有订阅AFK粉丝团的朋友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由于第四集我们打算嘲讽总是喜欢在感人时刻 放整段主题曲的韩剧 所以需要请告野家做一首韩剧主题曲风的芭蜡歌 并且由原本就是歌手的瘦瘦主唱 但因为我们都不会韩文 只好利用Google大神找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单字 硬把它们凑在一起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以下我们将整段歌标注了翻译歌词 但无论如何 请各位千万不要随意转载给不熟的韩国朋友听 倘若友情决裂了或是引发两国战争 请不要找我们负责 那么在这几样的歌声中 我们的问答集也要结束了 如果你对于本系列或制作团队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到AFKFacebook粉丝团询问 如果是音乐相关的问题 像是 大大可以给我音乐的摘点吗 请恰告野家粉丝团 如果是对演员有兴趣 也请按照这些关键字 搜寻各位演员的粉丝团 那么下个作品再见咯 谢谢 少许多